文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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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对于台湾切西的也,尤其对我也,我觉得 他的就是How to find an identity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因為台灣其實他曾經被日本統治 然後但是台灣其實很多大陸都是從中國來的中國藝術那樣子 所以他的culture其實是有點between中國跟日本 但是他在這幾十年啊又受到了靈魂文化的影像 所以其實他等於說在一個miss的文化形容之下 然後台灣又有所謂台灣的影著 所以其實對台灣生意識而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自己的identity 在眾多不同種族或民族色彩非常鮮明的一些文化之中 找到一個獨特的典型並非常重要 因為他既不像真的是日本 他也不是所謂的純粹的中國文化 那他也當然不會是所謂的美國文化那樣子 那如果如何在這個觀點 就是這個miss的過程裡面去找到自己的獨特的關鍵 關鍵點去pop out yourself 我覺得很重要 尤其是如果台灣生意識他想要 就是stand on the global stage 就是在所謂的缺種文化上面 他要被看到的話 那我覺得他整個去找到自己的愛的問題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台灣設計其實在過去十年 其實become very popular 就是變得非常的六門 因為包含就是 design school 很多學校都有 design program 那樣子 那我在我念書二十幾年前我在念書 有時候台灣其實念設計的人其實是非常少 那以前的一個大部分就是只有high school 他high school裡面有所謂的art and club 就是所謂的美術工藝這樣的一個program 那甚至在二十幾年前很多都是 就是因為他可能喜歡畫畫 但是他的唸書不是那麼好 就是他的英文啊數學啊並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選擇了唸 唸所謂的locational high school那樣子 但是這十年來因為設計變得很熱門 很多在high school的學生 他的學科成績很好他選擇來唸設計 甚至有的可以唸所謂很好學校的醫學系 但是他放棄了他來唸設計那樣子 所以其實在這十年來過去裡面 設計看起來其實是很熱門 可是事實上 就很多客戶他們對待設計師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覺得還不是一個非常像日本 或者是美國那樣的一個方式 是真的了解到設計師能夠去幫助他們 去解決問題那樣子 所以這個bit charge 就是對台灣人而言 以台灣設計師而言就是說 他如何讓一般人去感受到設計的一個價值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開始感受到設計能夠去解決他們要面對的問題的時候 那他就會自然的人會覺得設計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就是參加 就是當你在服務客戶的時候 或者是你創作了一個好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去參加比賽 因為我覺得參加比賽對於亞洲地區的設計師人員 其實是一個expulsion 就是你一個弄出的一個關鍵 對 因為整個main stage其實都是在西方國家的樣子 所以有的重要 因為mother design其實是從歐洲開始 那對於亞洲國家 我們在整個所謂的主流 這樣的main stage其實是已經很邊緣的一個地區 那我覺得其實參加比賽只是讓這些主流國家人知道說 OK 在亞洲國家的一個想法上 也有一個設計師他們做設計 而且他可能有一些quality不錯的一些想法 那當然重要的就是說 我剛才講到那個我關那個自己國家的打牌燈那幾個裡面 就是激進出希望你過去發展出台灣的設計的一個語言 那我覺得那個語言那個culture的背光 其實是當你在面對這些西方國家 就是說你用mother design的skill的時候 但是你可以combine就是你的傳統文化 或者是你文化的特色的時候 那我覺得你就在 就是當你站在所謂的這些全球舞材上面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很獨特的一個焦點的樣子 所以對於參加比賽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參加就這麼簡單 其實你不用想太多 你不要去考慮說會不會得獎 因為其實有時候其實 評審他有不同的一個觀點 設計其實有趣就在 他沒有一個所謂絕對的一個 answer 或者是一個 solution 所以他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部分 所以其實評審他有不同的角度 眼光來看待你的東西 那得獎也不用太高興 為什麼不得獎也不要太難過 為什麼得獎也不用太高興 因為比賽其實只是當下的那些作品 他所選出來的 gold, silver or brown 這樣的一個結果 可是他並不代表說 這個拿到gold的作品 就一定是最好的 他當然有可能是 就是所有的jew remember 他們的compromise 最後的一個節目那樣子 那因為我自己參加比賽 就是我參加比賽的歷史其實上百久 二十年的歷史 對,那我參加很多 就是全球的各式各樣的 design competition 我基本上都重要的 我幾乎有參加過 那樣子 可是其實我有些作品 我覺得我最棒的作品 可能其實是參加這些比賽 不會得獎 因為他其實包含了 可能因為我的作品 因為包含了 有一些 cultural background 的東西 可能沒有辦法 一下子被這些評審 他們能夠去去理解 可是我從來不會覺得說 因為我這些作品沒有得獎 我就覺得看不好 對,所以我覺得參加比賽 只是一個過程 可是他並不是一個 絕對的一個結果的樣子 我覺得其實對於上來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 就像我之前講 就是說其實他並不是 It's not only for the competition 就是他並不是只是為了商業而去做 我覺得其實應該去挖掘更多 再設計更多的深層的東西 不管是文化層面 或者是所謂的社會議題等等這些 我覺得其實design是很多元的 就是說他並不是只是說 因為你幫客戶去創造了什麼樣的流行 然後你就覺得說 哇,你就是很厲害的那樣子 設計其實他的面向是很廣 尤其是有些設計師 他都只在做所謂 創造流行這件事情的話 固然他其實是個面向 可是千萬也不要因此而似 那樣子 因為往往所謂的power culture 其實他是很短暫 而且很快就會被丟掉那樣子 可是只有你去挖掘設計 真正生成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你讓你的設計師更有內涵 更有想法 他其實才有可能 那個design變得是很classic 就是他很經典 對,那你要相信說 設計其實是影響人的生活 跟人的文化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的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 年輕的設計師其實是可以更多去關注到 不管說是自己本地的文化 或者是外面世界 那重點是open your mind 就是open your eye, open your mind to see the whole world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為了對,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喜歡 在夜面? 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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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b 2Mb 3Mb 1Mb 1Mb 2Mb 4Mb 4Mb 2Mb 4Mb